三點對不對 對 OK 好 我大概跟您解釋一下 就是日方那邊 因為之前就是說 零下三門書 然後上次我也有跟您請教過 然後我其實從Kindle上面 我抓下來看這樣 買下來看 還沒有看過 因為我沒有那麼厲害啊 然後有一些不太一樣這樣子 然後因為日方在原合板車 他們其實也蠻用心的 可是就是說跟我們 因為畢竟就是說 會有文化脈絡的差異 可是他們有做了一件事情 那因為我就是 他們有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收集了就是 各個年齡段的人 他們對於您的好奇 但是因為會有一些文化的差異 還有就是說 我們在之前 其實也有請教過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 他們想要問的 但是那個部分是 是 我覺得我看了之後想了一下 我就想了一下 我覺得還蠻接地氣的 那因為 因為就是今天的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 我希望 一個我覺得到後半段 都就是 大量在閱讀您的 我覺得我的閱讀您 翻兩部分 一個就是我們採訪 還有您過去的紀錄 還有就是 因為包括就是 上次寧談的 就是說 熱趣之一 有那個文章會找出來 2006年的時候 對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 我們的 就是您過去的紀錄 那個是事宜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還沒有問的 他們 那我就留在下一次的部分 那今天我最主要重點是 他們有收集了 大概整理的10個問題 就附身在你身上 對對 我快要成零了 對 OK 好 對 就是希望 等一下我必然通靈上 你這樣 好 等等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先進入一個 五歲的 日本小朋友的 那個狀態 這樣 欸 我說到最年前是 十幾歲啊 是 CCC的小男孩 OK 對 然後如果說 有一些問題 比較 因為你 就是我們一起在 請聽跟共情的狀況底下 我們試著長路 進入他的脈絡裡面 沒問題啊 謝謝 對對對 就這個 因為他們問的問題 可能會比較直白一點 那請 不要那個 那如果還有時間 我們就開始做 適應的部分 請我不要迴避 好的 沒有問題 哈哈哈 你想要迴避 也是沒有問題 可是 我們就一起 嘗試進入看看 十一歲小男孩的心情 我大概可以跟你講一下 就是說 那個年齡比最小是十一歲的女性 然後最大是 那一個 四十二歲的男性 這樣 所以他的認知是非常廣的 那其實我也建議回答你 就是說 其實彼此的TA啦 因為我相信 這個就是 你之前 其實也一直很好奇的 因為我的訪談的方式 可能 因為我們比較多次 然後 可能你也覺得我比較 比較發散 比較天馬行空 這樣 這是我自己覺得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東西是因為說 其實 其實是因為我們 有好幾次 因為我不希望你被 我有第一次 我其實就跟你講 不要被禁錄在一個 框架裡面 因為我覺得你從小就被框架住 嗯嗯 就是外界看 你不是你自己 嗯嗯 好 那我開始囉 好 就不要那個 那個 好 就今天把你當作一個導師 而且我相信這個 如果把它整理成一集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看的那個發展 好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想跟您請教 他這邊的問題是這樣子 我 就是 就是說 比起你自己想做什麼 有沒有 他的煩惱 一個 二十五歲的女性 然後我們可以分兩個層次來回答 一個就是他 他這個年齡 一個就是Geno對大家了 就是 因為我覺得 上 我覺得我在 你進入你的脈絡的時候 你大概大部分都是這樣 在回答我的 就是他的問題 一個二十五歲的女性 她是說 比起他想做什麼有沒有 他總是更在意別人 看待自己 一直很煩惱 就是 這樣子好嗎 那就對您來講的話 如果你是他人生的mentor 你是他人生的導師 好不好 那你覺得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就是他 如果他是在跟你商談的話 那如果是Geno 你會怎麼樣的建議 這樣 那這個引號是怎麼光 這樣子好嗎 是說 他在意別人看他 這樣子好嗎 還是是說 他在意別人看他這樣子好嗎 後面 後面就是 別人這樣看他 這樣好嗎 對 那 所以就是說 他是把別人看他這樣子好嗎 作為一個事實在描述 那他覺得一直很在意 別人來評斷他好 或者評斷他不好 是不是 意思是這樣 是 先確認一下 是 我是覺得 當然別人評斷自己好 評斷自己不好 就好像說我們有的時候 在社會互動的情境裡面 會感覺到快樂 那就是說 這件事情應該多做一些 或者是說 會感覺到不舒服 那這件事情 應該要少做一些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 我們叫social signal 就是社會上的一些訊號 那本來如果完全感覺不到 那就是類似這個social path 就是完全可以忽略別人的感受 那這樣子當然是很容易 就成為一個反社會 或者很邊緣 或者是沒有辦法融入社會的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能夠感受到別人評斷 你的每個行為是好或不好 是不錯的 那但是呢 很多時候我們會去 把自己投射到 對方的那個框架裡面去 然後這叫投射式的認同 就是說它其實本來只是在告訴你 你的這個行為 造成社會的好處 或者不好 或者是它舒服 或者不舒服 但是那是一個行為 或者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自己有的時候會 自己把它introject 就是把它往內 變成說 好像我就是一個好人 或者我就是一個壞人 或者別人說我這個行為 是讓人開心的 所以我一定是個開心果囉 等等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把別人其實是對於事的判斷 它只是用人跟人之間的方法表達出來的 但是反而變成我自己 對於我自己好像人格一致性的 這樣一個認同 那後面這個幾乎沒有什麼好處 任何時候都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一個人他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如果你認同說我就是這樣子的人的話 你還是在把未來的這些可能性去去掉了 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別人的評價都是你讓未來做別的事情的時候可以參考的 但是不要被綁住說變成 你就是只能不斷的繼續做現在這件正在被評價的事情 或是評價的那個方式變成認同說 好像我就是怎麼樣的人 那我想這樣的回答對於一個不管是二十三歲的年輕人 或是對大任人來講都是一批事用 當然 可是對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那我在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正常 因為你比較快速成長 你是2.5倍在成長這樣 對啦我現在已經就是已經死後70年了 對 所以著作權才能拋棄嘛 對啦 喔不對台灣是50年 OK 對台灣50 世界 對 但是比較接第七點就是說 當我在20歲30歲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難釋懷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我也是 剛好上個禮拜跟我一個以前的朋友在聊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其實聊的蠻多 因為他也是 因為今年其實狀況很多 就是這我就不會人了 然後他涉及到工作上面 那只是有時候大家可能不是就是說 他還沒有緊急遇到這經濟上面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工作份量什麼東西其實都很多這樣子 那那那那可是我剛剛講說就是 欸你就是我到講到最後就是說 其實你要做那樣的選擇 選擇是要付出代價的 對 所以可是那個體悟是 譬如說我到了某一個年齡 我經過了某件事情之後 其實我才有 剛剛你講的那種所謂的就是 他已經變成就是別人看待你 內化成你自己的那個 自我人格的時候 那那個 他在對於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的人來講 他那時候就是被鼓勵 尤其是在東方世界裡面 他在被鼓勵就是往上的時候 那我要如何去破 破除人家對我的歧義 或我的看法 或我自己不要在意 我覺得那個其實真的蠻難的 因為包括其實像葉秉騰老師 他其實光只是講一句話 然後就那個標題被放到大 就是大學生可以不用教了 然後中小學老師才有責任這樣 那你怎麼樣在這個部分其實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 當然我們在之前有談過 但是有比較具體他們可為可行可練習 對啊 那就是多花一些時間去進行跨文化的活動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到 所以如果你覺得被東方的世界的所謂什麼集體主義 要綁住的話 那就試試看西方世界 不是極樂的那個部分 而是不同的文化的部分 對那這些部分 其實你就你不管在哪個時區 其實你只要參加正確的網路上面的社群 其實你一下子就可以融入不同的文化裡面 因為畢竟即使是在現在這個時區裡面 我們有很多線上的共學的團體 它主要是用就是比較個人主義的文化在互動的 所以把自己的時間花在這些團體 慢慢的那個社會對你的期待 看起來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如果多參加幾個 到最後就發現說 不管人家怎麼樣子去評斷你的行為 但事實上你的這個人的人格 跟這些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這個確實是可能有點像三角定位 你要到三個以上的不同的文化的觀點才能看得到 那我再舉一個 就是更坚定一點點好了 就是說跟我們比照的 對比較不極樂的世界 其實也不錯 碳碼已經很合法很多 對很棒 這樣講好嗎 好了 記者表示 碳碼已經合法很久了 沒有講 我沒有講 我沒有講 就是那個遊戲如果是打怪呢 假如說我今天不是 因為跨文化這個部分的確參加滿多 包括您也接受那個泡學校 危機百科啊什麼都很多啊 線上的 對 但是您也知道就是說 日本它現在有逐漸進入一種上文化的線上裡面 那有時候就是台北那部分我們都不談了 但是遊戲那部分 譬如說鬼滅之刃 它是那個風型這樣 那如果說假設我今天我用遊戲的那部分 我是不是可以套用到您剛剛講的練習那個方式上面 絕對是啊 那其實有很多就是獨立的遊戲創作者嘛 那我現在還會玩的一些遊戲 很多也是這種獨立遊戲製作的團隊在做的 話比像說像Into the Breach 它是一個八成巴雷斯西洋棋 被叫做戈吉拉西洋棋 機甲西洋棋等等的這樣一個遊戲 那它的這個團隊應該是Supply Games 之前做Faster Than Light超光速等等 那其實非常小一個團隊 然後主要是靠群眾募資 或者是就是大家群策群力來幫忙 但實際的主設計師或主導寫程式就那麼幾個人而已 那像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去跟他們相處的話 其實你就不會有那種層層疊疊的 好像那種Triple A Games 就是你必須要透過這個十層 才能夠真的碰到那個設計師 那所以這些小的團隊其實一直都很願意 好比像說你貢獻一些插畫啊 貢獻一些角色啊 一些劇本啊 一些設定啊等等 很快就可以進入共創裝作的情況裡面 共創嘛 對對對 那如果我只是存在玩遊戲呢 其實存在玩遊戲 你玩到一個high頭的時候 就是其實你也自然會回頭去 而且有些遊戲它就是共創的遊戲 共創就是它的一部分 好比像說Minecraft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共創的遊戲 你說共創之外 還沒有別的辦法玩這個遊戲 理解 對耶 就講的最簡單 依照我沒有辦法腦波控制的話 還有就是那個周遊嘛 對啊 是啊 就是這樣 好 那另外 這個部分還要補充嗎 謝謝 謝謝 然後這個是一個十九歲的男性有沒有 嗯 我不是可以提在那個大王爺的情節跳嗎 嗯嗯 沒有好想跳 你是說在地球上某個地方嗎 不是說在這裡嗎 哈哈哈 對 其實我覺得那也是一個 可以在那個舊 舊 就用平台討論 就是有一個 有啊 真的非常有 醫療用的可能比較容易 對 好 另外一個就是 十九歲的男性 他所問的一個問題有沒有 就是 因為我們 就是會談到就是 對 尤其是幾年 不要說幾年級 他們也 好像失落二十年了吧 然後就是你該怎麼樣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是他自己的夢想 而且我覺得他這個問題我在思索的時候 其實他分兩層次 是啊 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 呃 他比較是 呃 日常的 怎麼樣找到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那個其實可以藉由日常到電 到電 電機到夢 這是我的思考 可是不見得是您的 那他如果說今天假設 你就把我看成就是十九歲的男性 你會怎麼樣建議 我們可以怎麼樣來 你會怎麼樣建議我呢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要有足夠做夢的時間 啊 所以當然第一個睡到八小時 這個還是這個 這個起手式 這最重要 那因為 呃 但是這個很很現實 就是說如果睡眠不足 那日常的壓力比較大的話 其實腦裡根本沒有給夢想的這個魚 所以這是第一步 那睡眠充足之後 其實我覺得在白天也要有這種白日夢 它是有點像是讓注意力停留在一個 嗯 有點revery 就是胡思亂想的那樣子一個情況 那懸浮的一種注意力 也就是說它不是呃 立刻就要變現 不是要在現實裡面 創作出真的什麼東西 看得見摸得著 但是又不完全是睡著 不是無意識 是介於這兩個中間的一個 好像呃 就是在隨手塗鴉等等 就做什麼都可以的這樣子一個情境裡面 那能夠在這個情境裡面 那就是有一個好像 嗯 小小孩在那個沙沙山裡面 或者是在遊樂場裡面 呃 玩的這個部分 那只要有這種呃 沒有特定的目的的 遊玩的這種魚域 那每天也不用很長啊 半小時一小時等等 那慢慢的就會出現 欸 剛剛講到那個夢想的感覺 就會開始出現 就好像是從呃 本來的各種各樣子不同的人生經驗 但是沒有一個共同的趨向 那慢慢這個趨向這個Purpose 就會開始在這種 好像呃 懸浮的注意力的狀態下 會自然冒出來 可是呃 我光是在 因為像過去那個就是 一中流的那個那個 那個就是社會終身制有沒有 他被打破之後 然後也進到最 拉近到近三年來 就是說現在的呃 年輕日本年輕人 其實他會差不多 就是就是 就是比較信奉終身制這一套有沒有 那對於他們來講的話 他們光是做色觸都還不夠了 就是有一個詞 知道 當然知道 對那我要怎麼樣去 就是在每天就是 呃 因為我睡到八個小時要睡足嘛 假設那八個小時 就假設你是十點睡到六點 然後六點到七點是這種refery的狀態 對 假設這樣這樣子也OK啊 對但是問題是說很多時候 其實我最近也有聽到就是說 就是呃 工作也做不完 然後那個呃 睡眠也是不夠 然後我一定二十四小時 根本不夠用 對對對 然後這個時候我要怎麼樣就是 在那個遊離的狀態 裡面就是 偷取那個鞋 我知道有很多的工作練習法 會告訴你再怎麼樣 再怎麼樣 再怎樣擠都可以擠得出來 但是問題是說 就是就是 很多人還是會覺得說 他沒有這樣 就是有點像是那個 循環利息卡債一樣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睡不夠 那本來白天就很難集中精神 很難集中精神 工作效率就不好 效率不好所以就要加班 所以因此又可能睡不夠等等 所以其實最主要的還是要一個 類似債務清場方案 這樣子一個做法 就是呃 反正不管怎麼樣 那做不完就做不完吧 這個要改的太多了就改天吧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就是 無論如何反正10點就是要要睡 這樣子 那也許你就在一邊先停損 然後慢慢就會發現說 其實睡眠創作的情況下 即使是拖到明天早上在做 好像也做起來比較快 那這個時候就自然不會有 這樣子好像循環負債的 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慢慢那個一小時的revering 就可以開始整理得出來 所以那個其實前提是說 其實我要學 也是要學習一些方向 不然其實一天到晚 老闆在那邊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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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老闆在那邊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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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还喜欢那种 dayline从我旁边擦身而过的声音 我没有在管dayline 是因为你都提前做完了吗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email 像我回email 我如果是觉得两分钟之内可以回的 我两分钟就回了 所以其实根本不会有拖延的问题 因为对我来讲 那个是阅读的一部分 我阅读的时候自然就把它回掉 但是如果我会需要时间好好想的 那我也会延到 好比像说下班之后 有空再来一次好好看 或者时候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 反正不会上台 然后在那边回email 亲眼所 没有亲眼 合照所见 对对对 所以总之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状态就是说 只要是能够快速回的 那就快速回 其实是不分轻种 只分缓急 对 那但是如果现在是说 连缓急都不分 那确实会出现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况 就好像说全部都拖到 这个快要接近 day line 不管缓的还是急的 那因为我脑里只有那个重的嘛 那重的反而是缓的 那所以我就一直等到快要到day line 那结果其实轻的 急的 或者重的 急的 就没有那么重 不是最重的那个 到最后也都不处理了 那这样当然会造成很大的精神上面的压力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说 其实就是急的就立刻处理 那缓的就缓处理 其实不太分轻种 这样 对不起 我可以 直接没关系 我们其实就是 就是 都用这样的方式 回到刚刚那个 十九岁的男生 他如何要找出他的梦想 可是感觉说这个梦想是说 我人生的目标跟方向是什么 可是您刚刚说的状态是说 好像是一种灵感 就是我让我自己处在一个 没错 无重力的状态之下 然后让某些东西浮现出来 八小时是梦嘛 一小时是想嘛 可是跟 好我主个例子 爱因斯坦 不是 爱迪森 跟问题相处很久啊 就是我在讲的Reverry 爱因斯坦是非常好的例子 他们可能没有睡这么八小时 他们可能都很认真的 不断的 担任专利工作检查 那一阵子可能有睡过 那是爱迪森 爱迪森呢 爱迪森呢 他几乎 他几乎就是一天到晚都在胡思乱想 对了 胡思乱想 他就在处在一个冥想状态 是是是是是 确实 其实我刚刚讲说 至少一小时或两小时或之类 当然你如果醒着的十六小时 全部都在就是胡思乱想的状态 那当然更好啊 但是我们现在的前提是说 刚刚已经讲了社畜的那个情况了 所以爱迪森当然 并没有去当谁的社畜 他就是个发明家 所以他当然就等于全部的时间 都可以在这种悬浮的状态 这当然是最好的 嗯 好 我还是没有抓得很清楚 就是说 那个状态是让你自己有一些灵感可以冒出来 跟你要找到你的梦想 就是找到你的目标 对 是有构机的 有有衔接的 就是他是他的 我们叫做enabling condition 就是说他的必要但不充分的状态 如果没有这个 那根本不用想什么 purpose 但是有这个也未必一两天就会冒出什么 purpose 其实很多小男生或小女生十九岁 很多在学校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在做白日梦 对啊 这也不错啊 很好啊 但是他可能没有找到梦想 也有的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去让自己习惯处于那样子的状态 而且不觉得那个状态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除了那个状态之外 不去压缩它 除了那个状态之外 还有什么特质 是让那个状态是真的 好 那这又有 又把它限制住了 嗯 就是要睡够了 如果没睡够的话 那个只是用来补眠 那没什么用 嗯 嗯 因为之前我们讲那个睡够有没有 其实那个真的睡够不是睡足八小时 嗯 那个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那个 过来尾他也在 嗯 就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面 对 就是要多跟自己相处啊 是啦 就这个意思 你看 我有了解你 嗯 很痛 有交心喔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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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觉得 处在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相处 对 那就目标 对 我刚刚只是就是超连结回忆之前谈过的而已 对 有展开一下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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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隨時都會有人就贏進來 這樣子我們其實也 不能說就是 你看像舅格來講 他聽了半年有沒有 他隨時在聽的時候他可能有新的靈感 就刺激到他的影片 沒錯 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總經理這邊 我們其實這樣子也刺激到我們另外一個想法 對 好,另外一個就是 23歲他沒有性別 那就是說 他一樣有兩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知道說不能差別對待 不能就是差別對待別人 但是為什麼還會發生差別對待的事情 我覺得日本的問題很簡單 因為他們的階層意識其實是 是比我們還要高的這樣子 然後該怎麼樣解決 他的問題是這樣 第一個層次 一個層次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可是其實這是一個大災物 然後第二個 如果當我遇到你要怎麼解決 第一個當然就是在認知的時候 確實標籤他可以省去一些展開脈絡的時間 所以大家就去選擇用這些 一些好像類似捷徑一樣的東西 就是無論如何先問這個 對不對 幾歲性別住哪 剛剛你全部都提供了 對 就好像給表格 每次什麼東西都給表格 對啊 對啊 真的是這樣呢 就是ASL問號 這是有一個專門的縮寫 對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就會變成是 其實一個人 他是很複雜的一個情況 但是好像當你開始揭露你的ASL的時候 就變成好像對方會陷入一套社會劇本裡面 而這個社會劇本 當然不能說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他是畢竟是建立在他以前跟同樣ASL的朋友互動的過程裡面 但是你去高舉這些就是忽略掉別的 那忽略掉別的話 其實這些別的的情況 他要花更多的時間以及機會成本 才能夠去讓對話的另外一端去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就是大家要超捷徑來思考 大概就會變成這樣 那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那可以好比像說自己遮蔽啊 好比像說像剛剛性別就遮蔽了 不是很棒嗎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對方就必須要去想說 為什麼你遮蔽這個 是不是說有更多的需要了解的部分 那甚至如果你這三個都遮蔽住 我只剩email這個地址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會想說 我是au at pdis.tw 那到底除了.tw好像是在講台灣之外 其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一個比較開放式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就有比較個人化 而不是比較標籤化的這些東西開始出現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兩個解決方案 一個就是遮蔽掉那些很容易變成主要的 標籤的一些東西 好比像說身邊 那第二個是說 有突顯一些只有你在用的這些詞句 或者只有你在用的這些hashtag 好比像說 我們在說台灣CanHelp的時候 其實世界上沒有其他人在講台灣CanHelp 那這個時候它的辨識度就變得很高 當然之後慢慢就開始加入 很多人都加入台灣CanHelp 但是至少這個詮釋權一開始是在你自己身上 以及你的共同使用者身上 而不是在好像大家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經定義的東西身上 理解 但是這個 我可以講話嗎 請說當然 我可能 不用舉掃 今天你們的狀況 可是當你問說不要差別對待他人 問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我還沒辦法catch到這個題目是什麼意思 請問差別對待一定是不好嗎 我舉例而已 我對你跟我對女兒一定不一樣 因為你們各自有獨特 所以差別對待跟不公平對待是不等同的 所以我是說如果我們要給本者一個題目說 請問不要差別對待 我們是不是要先解釋什麼叫差別對待 就是說到底是一般意義叫做歧視discrimination 就是一群人你給他一個就是不適當的對待 那或者是說就是親疏遠近儒家那一套 那一定要啊 因為我對待任何人 就是我如果是有一個公平我希望公平 可是我對待每個人一定會不同的 對對對 那個不同是他想要問的差別對待嗎 就是說這小男生想要問的是什麼 我是把它往那個歧視去解釋 我剛剛的回應是往歧視去解釋 對 對 這個是一個誠實 所以接下來我也要問就是說 就是說那落到就是說 那個一般上 因為剛剛這個是比較大的一個 其實我就是您的思考脈肉裡面 很多都是在大方向 其實我只要一通百通 對啊 因為這跟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對對對 那但是就是說其實我也能夠理解總盈他所講的就是說 就是說對一般上班族來講的話 那我之所以為人有沒有 我有最基本的根本性 我們先破除就是說 就是人類前進 哇突然到這個層次 哈哈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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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從那個層次先搭回來 如果能到那個層次 我當然是願意跟你到那個火星上面去看地球 對對對 但是我們現在要先回來 我們還是一般的一般人這樣 對 那就是說 那可是如果是發生在我們的公共場域上班情境裡面 或者說我們的路人 就是你會飄過去 那是因為你在這個辦公室 這辦公室 在我的筆上其實也寫了很多的場景 但是問題是說 如果說我今天是在辦公室底下 在辦公室的話有沒有 那我就是一樣的道理嘛 我今天我在想 因為如果說第一次碰到您了之後 可能我們還是就是很拘謹這樣 可是後來現在也不見得熟 沒有啊現在都當自己夾了不是嗎 連議會都走進去了 議會那是 那本來就是每個人都可以進去好不好 是是是是 燈房入室 我覺得你在拍 你在那邊丟出了 我覺得你一個人是氣定神險 因為那照片我可以 然後好 我要回來了 可是就是說 就是譬如說今天在對待 就是我們先不要講不同的人 就對待您的時候有沒有 第一次可能比較演出 然後第二次就比較熟的時候 對啊 然後知道那個我們可以對話 我們達到一個那個就是 嗯 好那些我都沒有意思 理想對話情境 對 對沒錯 然後那個 越來越熟悉了 那一定還是就是那個層次還是不同 我相信就是總經理是不是要問 那個層次還是不同 對 在這個層次不同的狀況底下有沒有 那你 我們要怎麼樣去去破除 您剛剛講的那個就是 不一樣的狀況 這是比較接近 就是一般人其實正常還是會這樣 可是那是真正實實可以被消除的 嗯 對可是這樣子 其實你剛剛已經回答自己的問題啊 就是說 你只要跟感覺上離你比較遠的人相處的時間 多到像你跟你女兒相處的時間 那這樣自然也會像你跟你女兒那樣子的相處 對 所以全部還是只是就是哪些人你會願意多花一些時間相處 那這個當然過有不及嘛 既不可能說每一個人你都花全部的時間相處 因為人的時間是有賤的 但是也不能說 好像我因為你的一些標籤 我就完全拒絕跟你多花一點點時間討論的這樣子一些情況 所以我想這兩端大概都是反社會的啦 就是在中間會比較好 其實這就是你一直常講 我選一邊讚啊 對啊 對我才能對話 而且其實第二個層次您也回答了總經理有問題 就是說其實因為其實我接下來也是要請教您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在您的一個價值信念裡面 我們一直強調所謂的透明性這件事 對啊 然後但是這個部分您也在前面 您有一個解決方法是自我遮蔽 我本來就想要請教的是說 這兩者有沒有衝突 可是其實您也 沒有衝突 您其實也回答了我的第二個部分的 這個問題的 第二部分你也回答我這個問題了 這樣子 確實是如此啊 如果你去看我的主資稿的話 我是絕對不會去寫來訪的人 他的地點或者是性別或者是年齡的 所以剛剛講這些最常見的表情 其實在我的 徹底透明的主資稿也是不存在的 你也不是我們的年齡嗎 你不知道啊 這個鏡頭有拍到你的年齡嗎 沒有吧 沒有啊 他也 是我有 對啊 你還有沒有那個 或許延伸 我們把這個問題延伸來 對 不要有差別 就不會有不同對待 比如說我 將來有一天我真的看你 都看我女兒一樣的時候 對啊對啊 假如我們相處了20年之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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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這樣子 真的 可能產生嗎 不會再有希特勒重生嗎 嗯 你是說拿他的DNA 怎麼樣 對啊 現在都已經有那種 就是血管的那個植物肉 我想教育過程也是很重要 所以不一定就是同一個DNA 就會變同一個人 對 不然的話 同樣的雙胞胎就是一定都會有一樣的 對 但是不是嗎 是 是是是 我剛好最近在看一個 東西也是 剛好在講到這個 對 性格不一樣 就同樣處境 但性格不一樣 其實他發展其實不一樣 對啊 重量還是其實 除了先天之外 要後天教育的樣子 對 確實 嗯 好 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介入第四 第下面的問題喔 嗯 就是 因為 例子的部分其實您剛剛也都有舉了 只是 因為你可能 語數比較快 我們可能 嗯 你可能要放慢一點 不知道你的Polcast 可能大家 他會變成就是睡覺會更興奮這樣 啊 了解 可以醒來聽 不一定要睡前 醒來 他可能要胡思亂想 哦 好 開玩笑 對 我今天有點不太正常 嗯 好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那個 三十五歲 你們兩位隨時都可以 嗯 正晚應該OK 當然 當然 對 另外一個就是 司管不是說海峽要照相 對不起 是這樣 OK 好啊 可以啊 那就請教科幫我們空一下時間 就不能六十分鐘左右照相 好 等於可以撥根到我從事 OK 好 對對對 因為我常常會忘記 忘我的在一個制度 處在我自己的狀態裡面 對 然後第一 那我要快一點 好 好 那個 另外一個是三十五歲的男性 好 我這樣講 這樣子我是不是被返到你的理論啊 不會啊 因為反而我聽了就當作沒聽到 但是 你聽到這樣 我會不會對他很不尊重 沒關係高興就好 請 OK 好 就是 叔叔的話會覺得說 這個問題是來自社會上各種不同 對啊 這很好啊 對啊 但其實我回答的時候沒有在管那個標籤 對 好那就好 但是我在問你第一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 就是那個好奇心 就是那個 對 我在問你第一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把標籤加進去 好 不管 35歲的男性他的問題有沒有 就是說 其實他怎麼不想這個問題 我昨天也在想這個問題 就從以前就存在的貧窮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 你認為有可以解決方法 其實這幾個問題 你繼續看其實他不托我們之前問的 但是 但是 但是就是說 他們的處境跟我們在訪談的處境 是不太一樣的 他們其實是比較就是說 在一個 就是平常上班 生活 其實你我也都是一樣啊 只不過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但是那個處境比較不一樣 我們試著去想一下 當他在那個環境裡面 底下 我覺得一個35歲的中年男性 他還能夠去想到這個問題 我 因為這些大部分其實都是上班族啦 然後 我 或是就是葉婆 也不見得是上班族 可能他的NGO工作 他也是上班族 那我覺得他會想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其實 其實 其實他也真的有白日夢的狀態 就是我們 狂想那白日夢的狀態 所以 針對他的問題就是說 就是你覺得就是說 貧窮這個問題 你可以怎麼解決 然後 我們可不可以暫時先不要用 永續發展這個TEN 你說 因為那個 那要用什麼TEN 我不知道 就就就就就就 那個 我可以我跟您商量一下 這是這是我可能比較冒 不要用SDG的框架這樣子 對 所以都 可以從兩個方向問 這個貧窮呢 是針對個人的貧窮 還有針對我們所處的環境的貧窮 它其實是兩個層次的 我理解 如果到 我們所處環境的層次 當然OK 它是一定牽涉到永續 對啊 因為你每年有超過一個地球 那到這個大家都貧窮 但是我相信這個讀者可能 我想要問是自己的層次 嗯 的貧窮 沒有 他要問的是 全球 應該是個人跟全球都有 因為他個人貧窮 所以他也站在全球的那個 因為他用的詞 因為他用的詞是一直以來無法解決的 但是這裡面當然如果是個人的層次 可能是說他出生家裡就欠了債 這也是一直以來無法解決的 那或者他講的是說 在社會上總是有一群人好像階級會複製 那這當然是比較廣的嘛 那他就是其中一個個案而已這樣子 但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狀況 完全都是腦部 那你可以兩個腦部都反射 對對對 好 就個人跟那個吧 因為對 個人跟全球 因為全球我大概知道你會講什麼 對 所以全球的部分比較無聊 不會不會 他一點都誤了 他一點都誤了 OK 我是覺得如果一直處在貧窮之中 那最困難的部分當然就是去想像 那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可以去接取到不同的生活的習慣 生活的狀態 那這個其實也是為什麼在台灣 我們那麼在意說通訊的 或者是學習的或者是健康的 這些所謂的基本權 那在台灣是社會主義的 意思就是說任何地方有問題 那都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那其他的部分才是 所謂自由經濟市場等等的部分 所以有這個安全網 當然不能說是國家做了全部 另外很多也是社會部門做的 這個我們之前都有討論過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去找到 不管是從工部門也好 社會部門也好 私營部門也好 某一些自己成功 你要說脫貧嗎 的這些朋友 他有第一手的經驗 也能夠去分享說 他是藉由怎麼怎麼樣的方法 去接取到剛剛講的這些 比較屬於社會主義部分的 基本權的這個禮路 那這樣子他才不會受到 他的家庭或者是 假設我們剛剛的假設是 對就是一出生家裡就欠摘 或者很功能不好 或者怎麼樣 那會限制住他的這個想像力 所以先去拓展想像力 找到成功脫貧的朋友 這個是蠻重要的 這是從個人的角度來看 這樣算不接力氣嗎 可是我還是想要問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真的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對 就是如果照您這樣的 脈絡這樣下來的話 那為什麼就是說 這20年下來 我們依舊還在追尋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年輕人的薪資一直停止不前 然後有中價 對 但是加上通貨膨脹的話 它其實還是 再加上社會福利的話 還是要怎麼講 沒有人就想到社會福利這一個 有競爭嗎 這個我們算過 喔 所以就是加上社會福利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有 因為大家網網討論的 那個片段會比較停留在就是 前面加上通貨膨脹 它不會加上社會福利 對 但是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相對的剝奪感 就是說 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前面的好像不用那麼努力 就自動的浮了上去 那現在這個 除非你有一筆閒錢可以投資股市 那不然 對 好像沒有那麼快 對 那確實是由這種 世代之間相對的這種落差了 但絕對來講 如果你把社會福利加上去的話 基本上還是有成長 並不是真的停止 這個也要講在前面 好 那我們回到就是日本的脈絡底下有沒有 我們講的是台灣的狀況 台灣真的是很幸福 也是一個就是說 上天真的是祝福的一個地方 可是日本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其實已經 不要說是20年 其實也差不多20年 甚至竟然還有人預言 就是那個誰啊 誰說五件事預言 還有最後一件事沒有預言 就是日本會成的這樣子 不跟亞特蘭提斯一樣這樣嗎 對 應該不是吧 應該都是物語上的 不不不 希特勒還誰 對 因為最近我在研究 他說他講五件事 有最後一件事沒有那個 就是我這樣 OK 好沒關係他看不懂中文字 不要配日文版 就是 就是那個 對日本來講 他跟台灣比較不太一樣 他們雖然社會福利其實也蠻強的 對啊 可是他們依舊就是說 他們的薪水 他們也有 我們在最早最早的時候 有所謂的被限制住的 我個人 我講的 我覺得22K是假命題 然後但是 就是韓國有88K的問題 日本同樣也有 可是如果是按照這樣的狀況底下的話 有沒有 那其實那個就是從個人一直到所謂的 就是他的那個相同過度感還是在的啊 就當然啦 當然啦 你說日本的狀況跟這樣 對 同意嘛 所以其實說 我們說真的 赤貧的狀況 就是說會完全限制住你的生活可能範圍的情況 那這是一種 那這是我剛才已經回答了 但是你剛剛講的是相對剝奪感 就是說從任何經濟指標來看 其實都不能算是貧窮 以我們的角度 就是連中低收入股大概都不算 的那個情況 可是他還是覺得說 比起他的大部分的同裁來講 他的可支配所得也好 他的從購買力評價來算的這個 各種經濟可以支配的狀態也好 都是不足的 那這個也是 確實是有這樣子的一群人 那我想這裡面我們可以做的大概兩件事嗎 一個是說去確保說他可以去看到說 即使他目前這樣子的情況 可能自己也很不滿意的情況 但是他有很多可以幫助 我剛剛講的比較屬於持平 或者是真的是非常偏遠等等的這些朋友 那像之前我們有討論過的大學班小學班 就是這樣子一個例子 因為你如果真的是非常的資產階級的那個出身 那反而你去做這樣子的工作的時候 很多人家根本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因為雙方生命經驗不太有重疊的地方 但是這邊不管他是 尋著就是教育學程的路 或者他要去 Teach for Taiwan 或什麼之類 不管公部門還是社會部門的方法 他去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的時候 他的生命經驗反而跟這些朋友 真的有一些還是互相重疊的地方 那這個我覺得是很值得去培養的 那像前兩天就是我有參加一個T大使的開幕 那T大使其實就是希望說以前都是寫軟體的 全部都就是聚集到台北或者西湖 或者是跟哪些地方 那變成在地的這些中小型的 甚至一些微型的社會創新的組織 他沒有辦法去進行數位轉型 因為能夠了解到他的服務的對象的這些朋友 生命經驗跟他重合的朋友 如果學會城市設計而且收入還行的話 那其實都已經跑掉了 不會再回到就是本來他們所在的這個地方來 所以他是一個就是人才過度集中 那從他們角度來分出外流的情況 那所以我們現在設計就是讓他對流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是城市設計的本科 但是你只要對社會轉型的興趣 那你是從某一個地方來的 那你還是可以協助那個地方的人來翻轉 那我們國家當然播 可能你半年的包含受訓啊 時期啊等等 那還是有個十萬多塊可以領嘛 那整個學生是免費的等等 所以我們是很有意識的在 就是重新回流了 就是對流 而不是單純的就是外流 那這個時候 一方面他的生活環境 那他的相對剝奪感 就比起他 就是你知道在台北市 我們這邊中正區 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他的感覺現在是 會變成他相對反而在比較有識的那一邊 那我們為什麼叫做提大師 就是他是數位轉型的 那他至少有這個第一時間的這個 我們叫做數位人生代的這個 反應 那所以他是確實可以去幫助 在地的可能二代或者是一代的創業家 現在還在工作的這些朋友 能夠去看到說那我稍微趕一下 我就可以往數位這個部分去做 所以不會他覺得說好像 回到就是他住的地方 或他成長的地方 只能打雜 或者是只能打零工 或者是只能當這個就是他想像中的工業 好像都是學徒或者農業 好像都是黑手好像反了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這樣的情況 而是他反而是有一種好像他是大師 那他當然也要學習 但是其實他不像如果是農業的話 與其他自己夏天去梳西瓜 他可能是就是讓五文基去梳河的這樣的做法 這樣 理解 其實就是把自己把鼻子去拉近 然後再在同一個那個就是 不管雨精或狀態底下 我才能對話 當然這邊可以對話 這邊可以對話 形成很多圈圈的時候 那就變成一個大的圈圈了 對啊 就不會卡在人跟人之間 個體跟個體之間的競爭 因為你不管在怎麼競爭 上面總是還有啊 永遠都存在 對啊 我們之前也有談過 謝謝 那我再接這個問題 我最後想要再就是 那你自身的經驗 因為我知道您從小到大 您好像只有 我知道您在講上次負債那段時間 就是您之前就是很多的活動 你沒有辦法參加 其實您會是花了好幾百萬 就是跟部長就是出去這樣子 對對對 也包含同人的 對 因為我就在說幾百萬怎麼出現 大概四百萬 四五百萬吧 對 你好像從那段時間 可是網路上是寫出 沒關係 就是 就是那段時間是有負債 其實你從小到大 是不是就是說 比較沒有那種所謂的物質上 我相信你的精神是飽滿的 除了在 就是 很小很小的時候面對 就是 我的詮釋方式總是用finding 但是 我記得您好像不是這樣跟我講 但是在物質上面 其實您是 比較不富裕的那種 比較沒有處於 就是在不富裕的狀況底下 那您可以 既沒有富裕也沒有匱乏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狀態 就是在中間值 對啊 我自己創業的時候很長 一段時間一個月大概只有兩萬塊 比二次還可以還少 你怎麼生活啊 就兩萬塊 你要怎麼過就怎麼過 對 能怎麼過就 可是那時候就是 應該是你在美國的時候吧 那個也是 但是我回來有一陣子奧爾王那個時候 我一個月薪水也是只有兩萬塊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實際中間 可以幫我們描述一下 因為不然 因為我們 我第一次的時候其實有跟您提過 就是說 我們試著來解惑看看 對 然後就是 那問題是說 大家在看待您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帶著一種就是 那個就是 不管是 玫瑰色眼睛 那是比較不好的詞 但是就是說 就是會帶有一種 好像我看你 好像不跟你的身高 跟你的智商一樣 就是這樣仰頭而視這樣子 對 那你可以跟人家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 那兩萬塊的生活情境 是一個什麼樣的生活情境 就是很普通的生活情境 當然 當然付房租嘛 那時候是住在應該 太順街吧 你已經搬了還沒有 對對對 已經在太順街的時候 然後 就是 十大夜市那邊有很多很好吃 又很便宜的東西 所以 就是要記得那些東西啊 那偶爾會去就是買一些東西 自己下廚啊 就是 但是 基本上我對於 就是生活上面 這些必備的 實際住行等等 我要求是並不高的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 好比上說 50塊或70塊 可以買到的 吃的東西 那我會把菜單上面 大概這個家圍的 大概都有點過一次 那覺得這個真的不錯 那以後就一直點這個 那我覺得 我每餐是一樣 我是無所謂的 那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 就是 不是一定要一直變著花樣 就是 沒有那個 就是 最殘的那個部分 而只有就是 填飽肚子的部分的話 那其實兩萬塊 可以過得很好 那 聽起來 您的薪資兩萬塊 可是那時候 你並不會有被相對剝的感覺 你也不會有品種的感覺 那我不會跟別人比啊 所以或許可以回答 的話 就是這剛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對 就是說 他也是領薪水兩萬塊 對 可是為什麼 沒有貧窮的感覺 那就是一個經驗的參考 對 我不曉得 對 也可以說 就是說 我當時因為對自由軟體 開放也是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大部分的精神 都投入那個 共同創作裡面 我根本沒有空去 比較什麼地位財啊 什麼東西 那時候生活不有飢餓感嗎 不會 對啊 對啊 你忙起來的時候其實 第二個人 對啊 忙起來也就不吃東西 是常有的事情 對啊 你只要覺得自己沒有被剝的感覺 就會有貧窮感 對 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睡眠充足 然後又有Reverry的 胡思亂想的白日夢的情況 然後在裡面還真的真的創造出什麼的時候 其實那個已經佔據你絕大部分的思緒 那是那些都沒有 然後甚至被時間追著跑等等的時候 才會很容易有一種代償 就是說 那好吧 至少這個什麼我的薪水比起我的同班同學的 就是中衛術多奇葩 什麼之類的東西會在腦裡出現 可是那個是 就是比較蒼白的一種代償 因為它處在不穩定的情況 但是前面那個是比較實在的 然後在台灣真的 在台北真的可以活嗎 可以 好 理解 但是我再最後 對不起 我再最後一句話 可是大家會覺得因為你是躺縫啊 因為你到不了你二婚了 我要阻止我今天 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思想是直衝 就是如果二婚的話 你可以回去找你爸爸媽媽 還有找你弟弟 對啊 或找你的媽媽 這樣子 大家會覺得因為你是躺縫 所以你才可以活啊 可是假如今天我不是呢 對 不過我想一般性的社會安全 如果是日本人在問的話 還是存在的 OK 好 理解 那我們就停在這裡 然後我們 第五個問題就是 一個42歲的男性 他想請教的 這是 連這 這個 這一群裡面 因為他是被挑選過的問題 就是他的 他想問就是 其實也是我們剛剛對應的第二個層次 我主持您發言的地方 就是環境問題跟社會發展有沒有 你覺得取得哪邊的平衡 是一種比較好的狀態 這兩位我是同意會想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我上次也問過你 對啊 我不是42歲的男性 對 但是可不可以試圖的嘗試回答一下 就是說 那正在日本脈絡的那個狀況底下 我們可以舉一個 那個 那個理解度我理解 但是可不可以舉一個 我們用例子來做 詮釋好嗎 我們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對 我想所謂社會的發展 當然不外乎 就是大家對於公平嘛 正義嘛 那人權嘛 等等的這些 或者民主制度啊 等等的這些追求嘛 那這些追求 你說它一定會消耗環境資源嗎 顯然不會啊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社會的發展 它是有賴於這個環境去支援 那你如果 為了這一代的社會的正義 或者民主或什麼 破壞掉下一代生存的環境 那你這一代爭取到的 這些人權民主什麼 等於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主要爭取這個社會發展的目的是 我們登出的時候 社會中華民登入的時候 好 那你如果現在抽掉了 這個底層的這個東西 那就是一個亞苗助長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常常說 只要這個時間尺度放得夠長 不一定要期待 三代就好了 那社會發展跟環境發展是同一回事 我覺得 或許我看 聽起來是說 對 唐正文您的社會發展是這樣 對 是對想要提問的人 他的社會發展 可能是 社會發展可能是經濟 然後 像 開工廠 然後 然後不要說要把楊老遜的那些雨林給砍掉 然後開工廠 然後 有的工廠 那些楊老遜裡面的人 他們就有工作可以做 他們可以做一些輸出 就是拿環境去 去 犧牲環境去 求得一些事情 跟您說的是比較抽象正義公平什麼的 有可能 當然就是說線性的那種經濟發展 那就是說產發 因為在我的詞彙裡面 產發射發是兩條線 對 所以您剛剛講的比較像產發 就是 飛機的右翼 射發是飛機的左翼 那當然左右翼要平衡 那我要講 就是說從射發的角度來看 它跟環境是比較容易契合的 只要拉到三代就可以 但是如果像您說 從產發的角度來看 確實要到七代左右 這兩個才會重回 所以這是真的 我覺得那個男生想要問的是 對 因為我本來接下來 那個不是社會發展 那就是產業發展 要舉的例子就是 日本的YumiKuro這樣子 對 因為它大量生產它的那種比較平價的衣服 可是其實也大大量在就是 污染的環境這樣子 對 那其實就是 總經理 其實資管總經理 他其實也是這樣 對 他也幫我問了 對 因為我們上次也有討論過 就是那個社發跟那個 餐發的部分 對 可是所謂的平價 這樣子聽起來 其實是昂貴的 只是它的環境的成本沒有被內部化而已 對 所以主要的問題還是說 我們在講所謂昂貴 所謂平價 所謂負擔的期 所謂等等的時候 我們沒有把外部的成本內部化 那所以這個時候才會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就好像說 這個房子 它這個分期付款 然後第一期都不用付本金 那但是之後呢 就用高利貸那種利率算 那你如果買了這種房子的話 那當然是進入了一個債務陷阱 那說不定連一個港口都要割 然後不對 那是隔一棚 對不起 總之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 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我們會說 這是債務陷阱 而不會說 這是平價的商品 這樣講似乎有廣告不時之嫌 對 對 好 理解 重新定義 因為我之前都是把它定價成 就是比較是平價的部分 對 但它其實只是拖延那個負債而已 其實也就是包裝的方式 對 對 理解 那這邊啊 你 還有 那 要 要 要請教的 其實 有兩個要關切 第一個 您說的很多內容 我都好像要再去理解 可是我覺得 所以我比較主要是在做問問的音樂 問問的音樂 對 在輸 那如何要把它外部的成本 因為外部的成本是 大家在負擔的 不是我負擔 不是我太公共負擔 也是你 對 然後外部的成本呢 是後代在弄 對 那個沒有急切感 所以可能是造成現在環境消化很大 確實啊 確實啊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已經還算進步了 就是有一些能夠 貨幣化的部分 特別是在污染的這一部分 大概也已經內部化的差不多了 所以不是說 人類沒有能力去把外部成本內部化 當然有一些難以貨幣化 只能量化 或者甚至難以量化 只能質化 的這個部分 大家還在進行討論 比方說 碳交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剛剛好 進入快要可以貨幣化的這個threshold 那當然還有很多別的東西 目前還沒有真的量化或貨幣化的 但這個就是為什麼要社會創新 我們就是為什麼要去開發 各種各樣的方法 試著把這些外部成本貨幣化在內部化 對 理解 所以那個楊總才才要出來打房 是理解理解 為什麼才有公司治理3.0 永續版等等 對 那都是要試著把外部成本內部化 其實對啊 其實從它那個動作出來 大家其實討論蠻多 可是我突然有發現到 這一年大家在混混二二的過程中 你知道嗎 然後大家會探討 上次我們有探討一件事 就是疫苗的進度 那個部分 好像超前步的比較慢 可是相對來講 你在比對證合某一些角度 其實如果說是2016年 你那時候剛到任的時候 其實 那時候是剛開始 但是如果我們從2020 再重新去看那個歷史的脈絡的話 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過程 其實是有進步的 對啊 其實這就是您講的那個社發的部分 我自己去比對 而不是說 對 就是事實面上面 我們看到有一些場景 這樣子 就是我上次跟你講的那些例子 我覺得在政府公務門這邊 可是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說 大家 大家在 你想想看就是說 我的思考 我們的對話 然後再到文字 然後再到台南閱讀 他寫很多層次 那對他們來講 每天其實 耳塞的東西其實是蠻多的 那他比較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相信大家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在 就是說 那他們想要急切的 達到一個答案 然後 然後 那這個時候 就是說當他在 他也想要去關心社會 當他在思考這問題的時候 那他該怎麼辦呢 對啊 就是要訓法小心 你問我急切的問題 我只有這一個回答 就先把自己的節奏放到 可以 比較靜下心來 對 這個我能夠 因為我其實這個方法是真的很好 對啊 就肯定有睡足八個小時嗎 通常都有 真的 你工作那麼不滿喔 那你多排一點工作 不是這樣子 哈哈哈哈 我們到 還好你沒有到 我們到 就是感覺到他要加班的時候 我常常都說 那你就升級放這邊 就可以先下班了 喔 對 我是很注意大家的就是 學眠時間 喔 理解 理解 不會生氣喔 會不會 好 就算生氣你可以在這邊 抱怨一下沒關係 好 所以 跟那個世王摩一樣 字幕跟領導過不去這樣 沒有我們沒有做這種事情 哈哈 他人超好的 說真的跟他講過一次 我就覺得他人超好 謝謝超謙虛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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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理解 所以等於是說 其實就是 狀態要 精神狀態要好 講白點是這個樣子 當然 其實 我相信他們兩位應該也是 還想要繼續問一下 就是說 可是我每天認識後還不好 那怎麼辦 那要停損啊 就是要告訴我老闆說 這個我都已經晚上十點了 該不完該天了 他昨天我跟他 哎 我說晚上十點 有時候我可能是早上十 對 那要解 那要解 好 那就好 一定是 你要不要繼續問 這個 先提醒 要問問你真的很多 但是我就先把 我們要 要處理的先處理 吃完之後也可以繼續來參加 好 另外再來一個32歲的女性 她問的問題是說 就是 人 人到 對不起 因為 我造實 我覺得造實比較好 因為我其實考慮 因為我每次來 你知道我的那個 就是 我覺得還是造實 因為我覺得 我喜歡那個 我們先遵守那個 事實原則 我啦 我是對我自己講 我又看不到你在看什麼 我當然說 我會說不好看見 我沒有緊張 我沒有緊張 沒有 因為接下來的問題 我自己都覺得 我很怕網友罵我 好嘞 就是一個32歲的女性 她講就是 她想要請教是說 人到底為什麼要活著 就是 她迷失了她活著的目的 她很嚴肅 但是 人活著就是 人活著就是為了要迷失 為了要跟迷惘相處 對 然後呢 所以她已經找到 她活著的意味了 恭喜她 對 但是這個是我們的思考脈絡 就像說就是說 其實 五個問題下來到現在有沒有 到最後其實 您還是會 就像我們在對話的過程當中 那個 就是除了 《誓言馬射》這四句話之外 就是還有那個 就是你講的那三角形的脈絡之外 對 那 你最後還是會有你自己的觀點 不管我們今天 我扯到 跟你扯到那種 天馬行公 或甚至我跟妳上次跟妳講 解又雜貨店有沒有 你現在有沒有好奇心 有很好奇 對 你有去看嗎 有稍微看一下我幾百科 對 一百科 好 再回過頭來就是說 但是那個那三句話 就是你的 你剛剛講的那句話 我的確就是說 一句話 可能就敲醒一個人 可能有些人 他是要一本書這樣子 或是甚至他的一生這樣子 我今天都跟你 沒有沒有 對不起 第一個 三十個福利生 他失去了身處的意志 某種程度他是迷失了 但是您認為這個迷失很好 就是他的生命的意義 好 那我們要怎麼告訴這個讀者說 其實迷失這件事情是好的 他並不是不好的 我覺得我們需要 它是自然的 它是自然的 就是我們在生命當中 本來會誤以為說 這個生命是有一個目的 但是總會到某一個情況下 就是只剩下了迷惑 或者是有些人把它叫做生命 有很多名字 那但是總之就是沒有特定目的 這個狀況 那到這個狀況 其實它才是生命 才是開始出現它本身的意義 而不是被在你出生前 就已經可能過世的人講的話 所擴定的意義 那這個是 我想任何有原創性的想法 過的人 大概都有過的 同樣的一個體驗 那所以就進入那樣子一個迷失 或者迷惑等等的狀況的時候 你才是你自己啊 才不是其他的被定義好的 那些標籤啊 或者軌道啊 那些東西 所以我想就是恭喜他嘛 他到了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要告訴這個狀者說 其實你失去了 你迷失了就是 你處在一個很好的 clean table 狀況 對啊 你可以重新出發 對啊就是什麼 除了什麼枷鎖之外 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 什麼之類的 有一些講法 對 但是他還是 如果他有1%的就是 如果他現在在你面前 對 那你要怎麼告訴他 然後讓他 我之前在演講的時候 真的有人在我面前問這個問題 對 所以我就是當面在跟他講 然後他就很感動回去 有PO一篇臉書這樣 對 好像神父在受洗 是齁 OK 神父是施洗嗎 還受洗 都可以了 我幫他施洗 我這跟你說 今天怪怪的 OK 對 我都被你調到我語病耶 對啊 就是那個語境 現在就是處於在clean table 所以可以隨意發揮 對啦 就是想到什麼講什麼的狀態 沒有今天是今天 今天 因為那個問題 有時候我是 我是在為緩和我後面的問題 喔 了解 緩衝器來著 對對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您就是直接這樣跟他講 那一句話 他就離開了嗎 那個情形底下 我是在一個大的演講 所以他是說 因為他長期受憂鬱症所困擾 那他好不容易鼓起一點力氣 然後來參加 他好久沒有參加了一場活動 那就講說 他人生是充滿了迷惘 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跟他說 對我來講人生的意義 就是跟迷惘相處 那所以很恭喜他有找到人生的意義 這樣 那你就講完這句話 他就離開了 沒有沒有他還在 對 事後有聽完 整個聽完之後 好像還有在公車站遇到 還有自拍之類的 對 我相信那一張 那一句話跟那個自拍 應該對他來講 應該還蠻 對 我找一下好了 好 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被你這樣子 已經 就解了 希望這句話對於那個 女孩子來說 有這樣的幫助 那我相信 我們的力量就出來了 嗯 真的啊 上個禮拜就這樣跟我同事講啊 都說其實我們很幸福 能夠做這樣的工作 嗯 很多人其實沒有辦法做這樣的工作 嗯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工作 其實我們一定 一點一滴在做那個補丁的工作 這樣就是 所以我們其實是上天 嗯 寵愛的對象 好 好 第七個問題 這是也是另外一個攝影棚的 來 就是 IT跟那個 數位跟那個AI的眼鏡有沒有 那 人類不工作的時代 會來臨嗎 那這樣的眼鏡 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樣子 對 那對象的話就是 全部的人都想要問JT 嗯 這不是不工作 而是可以挑著工作做嘛 嗯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工作的過程 覺得對我們有益的 好比像說一起創造意義 好比像說 透過對話來製造補丁 等等的這些工作 呃 其實 當然現在我講是因為 呃 各位已經付了我薪水 透過納稅 那但是 事實上就是 我只要沒有這個 惡度子的問題的話 我免費做這個我也很願意 嗯 對那像這些就是 我覺得充滿意義的部分 那但是呢 這些部分之外 確實有一些比較融的部分嘛 就是在做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誰來做都一樣 呃 沒有什麼個人的部分 沒有什麼創造力 沒有什麼互動的部分 那這些就是所謂異化的這些部分嘛 那這些部分當然交給機器做啊 任何時候有機器出現 就交給他做 就是這樣 嗯 而且其實機器越來越 眼睛越來越快的話 其實是 欸 那這個時候挑的做 要怎麼挑呢 嗯 就是你就問自己啊 什麼東西對你 覺得是有意義的 好比像說 有些人喜歡爬山 喜歡三三兩兩結伴 去登高山 那現在就算有一個機器人 你按個鍵 他就幫你瞬間爬完山 拍照打卡 那這沒有什麼意義啊 因為目的不是在上面拍照打卡 目的是這個過程裡面 人跟人之間累積的情感啊等等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 雖然機器可以做 其實現在機器已經可以做了 但是你不讓機器去做 然後這可是這時候我要 我要 可是這只是我的愛好 那我的愛好沒有辦法變成就是 可是你只要看那些就是 就是所謂財務自由的朋友 對 其實他並不是就攔在家裡 不做事了 就是他所做的全部的工作 都是他的愛好 其實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未來就是越來越多時間 會是這樣 所以其實當我越來越多的時間 的時候其實 其實我可以再更多做一些什麼呢 我知道就是說 供照社會創新 對 因為這是我的愛好嘛 對 但你的愛好可能不一樣啊 那就是隨便誰的愛好 都可以有更多時間去做 理解 理解 另外就是他有另外 也就是大家都 您覺得說這樣的眼鏡有沒有 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也是回應上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 大家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社會化 社會化的進步有沒有 那他到底他那個眼鏡 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對 我相信這個名字 您應該了解了 我想兩個嘛 一個是說 讓大家能夠更準確的 知道整個社會 覺得接下來的那個 norm 就是社會的常規 應該要往哪裡發展 在以前好像都只有衝突最激烈的時候 或者是剛好一半的人贏 一半的人輸 等等的這種 就是不良的這種方式 但現在越來越多 可以在一開始的階段 就來討論 因為我們的社會化能力變強了 說哪些情況是創新的 結婚不結陰等等 大家都不覺得輸掉的這種新的做法 出現的可能性 所以這是所謂社會創新的 enabling condition 不一定會有創新 但是沒有這個就沒有創新的 社會化的進程的好處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 我們對於別的社會 當然有別的不同的社會化方向 那我們這個辨認的能力也會變強 好比像說 像我們在過程裡面說 為什麼我們防疫一定不要封城 那一方面是因為30歲以上的人 記得和平醫院 但是二方面是 我們看到武漢當時的情況 真的不想要變成那樣 所以這個時候 雖然在那一邊 其實也有那邊的有效性 也有那邊的正當性 合法性等等的敘述 但是這些敘述反而在我們這邊 因為社會化進程做的還不錯 會變成說 那變成一個好像 勵志故事 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 在不要那樣的情況下 也解決疫情的問題等等 所以就是說 對內 它讓創新更容易發生 對外 它讓這個共同體的共同邊界 更容易辨識 理解 但是怎麼樣讓那個 就是所謂的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變成勵志故事 或是說好棒棒那樣的狀況出現 我 對 其實您上次有回答過為 再回答一次給日本我們的朋友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就是台灣其實在這50年下 超過60年了吧 就是在這麼多年下來 很多時候就是 它都是比較是激烈衝撞的 革命的狀態 然後循序的民主正義前進 這樣子 但是 日本它其實是屬於一個 比較寧靜的狀態 當然也有所謂的寧靜的革命 但是對於他們來講的話 你的這套說法說得動嗎 兩個問題 一個是 就要用不同的說法 就是說 日本跟台灣一樣 都是上百萬年以來 都在很激烈的地質學的 這個不管是火山湖啊 或者是地震啊 颱風啊 等等的這些 天然活動 所以在有人類以前啊 就是我們從祖國 應該是於索比亞 就是過來這邊以前啊 我有去尋根啊 對 Anyway 就人類來這邊之前 那其實 這個地質上面 其實就已經是在 短產代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可以考慮到說 好比上說 我們這邊的921 他們那邊的311 等等發生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雙方 那麼願意彼此支援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了解到說 沒有什麼人定勝天這種事情 就是在這種激烈的地震等等 後面我們只能去追求說 復原的速度比較快 還願意留下來的人 可以更加相信彼此等等 那所以 雖然如你所說 在民主制度上面 也許沒有這種激烈的 這個天災或人禍 那但是 我們至少在自然環境上面 這一點是相同的 所以可以用這個 當作我們互相照顧 或者互相了解的 共同的價值 也就是說 所以他的 如果要做一個結論 你會怎麼講 因為這部分其實我們 在之前有討論過 就是說 兩個共情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我們對於天災人禍 就是有共同的感受 不斷向上揚 望星空嗎 余生不斷往上漲 對 沒有吧 余生輸了4公分 但是一面也在往上漲 真的嗎 他有兩個運動 沒辦法我爬不上去 這對我來講 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只能一號機器人 總之作為一個象徵來講 就是每次地震 我們又沒有震垮的情況下 我們就多了一些 怎麼樣彈回來的這種創新 可以去給地震 沒有那麼多的地方 來分享 這樣 所以你認為 因為剛好最近有一個很大的地震 對啊 所以其實對大家的感觸跟感受 其實是蠻搭 對啊 所以你是覺得說 其實我們的那個是韌性還是彈性 就是都可以 恢復力 resilience 然後 對 所以就是對您來講的話 您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們兩方 兩方的文化脈絡 其實也因為電機在這個基礎底下有沒有 我們其實比較能夠去遇到 像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有沒有 不管是IT也好 AI也好 其實它只是名詞而已 沒錯 其實就是像以前的那個馬車嘛 然後到汽車嘛 然後再到現在的那種什麼 這種無人車有沒有 其實它每個階段都是一樣的 只是在那個情境底下 比較不一樣而已 對啊 就是在一個大的社會的變化 就好像一個地震或斷層裡面 我們在意的是說 那未來如果它造成一些不利的影響 這些不會影響怎麼樣不要再發生 所以上次地震 死傷就不慘重這樣 那或者是說 即使它真的造成了很重的這個傷害 那現有的這些社會部門的能量 怎麼樣不是只是一個一個山頭或宗教 而是能夠變成一個山脈 大家互相結盟等等這樣 就如同您剛才講的一樣 不要產生骨倉效應 對不對 是吧 對啊 所以只要地震夠大 骨倉效應就會被震掉 確實是這樣 是嗎 好可怕 聽起來很好 聽起來又好恐怖喔 我相信大家對於上個禮拜的那個 對 魚記有存 對 而且尤其是第一次很恐怖 第二次兩點都會在那邊嗶嗶嗶嗶嗶 確實 那個時候你在幹嘛 那個時候在看三隻手機一起想那個 國家機警報 所以應該不是別人 對 所以馬上有那個嗎 對對對 所以您有三隻手機 對 好 等一下 我要 我先把問題問完 我先把問題問完 你們要問 呃 抱歉喔 我如實的那個 就是一個十四歲的女生 她真實的經驗 她從小就喜歡 她戀愛的對象就是同性 但是她沒有勇氣告訴家人或朋友 她可以怎麼樣自處跟告訴朋友呢 對啊 對啊 我會建議說 14歲喔 對啊 我會建議說 如果她覺得不想要告訴她的家人的話 那或許可以先像我一樣 在網路上面或者是在現實生活當中 去找一些有過類似經驗的朋友 她可以在不用揭露自己的心情向的情況下 先去了解到說其他人都是怎麼做的 或者其他人是怎麼樣互相支持的 那尤其如果在地理環境上面有離她比較近的 也有過類似的出櫃的經驗的朋友的話 她就會有比較多的社會網路來判斷說 她要採取怎麼樣的策略 那在線上其實有一些遊戲啦 像有個遊戲叫出櫃那件小事 使用一種互動式遊戲的方法 來模擬這個出櫃的過程 所以我並不是說一定要或者不要 一定先跟朋友還是先跟家人 而是說先去找到有類似處境的朋友 然後在這個類似處境朋友的協助之下 你在自己不需要出櫃的情況下 先透過像如果在台灣就是統治諮詢熱線等等的社群 來堅定自己的戰術跟戰略 了解戰術和戰 對戰術就是這麼講 戰略就是最後要做到怎麼樣 然後前面就是不要讓自己一個人 一個人的話才會問出這麼多問題 當然 而且才會很容易走火入魔 就跟戀丹一樣 這是我講 這是我講 你很像不太喜歡武俠小說 我對丹丹文化是很敬重的 喔 因為我上次講到任督樂慢的時候 那時候還討論 那時候後來我重新聽的時候 我覺得好有趣喔 應該應該 好我先把他問完 因為那個 對 因為你是三 三戀 五十分了 那你要不要 還有幾個 兩個 那就快問快答 好不要啦 我就跟他講 我最後一定會變成那個 16歲的男性有沒有 就是討厭讀書 所以成績上不去 該怎麼辦 那就不要讀書啊 啊不要讀書他要幹嘛 媽媽會幹嘛 他想要做什麼 因為確實有些人他獲取知識的方法 不是透過文字 很多人是讀繪本 反而會看得懂 玩模擬遊戲 反而可以玩得懂 那其實就是那個多元智能 那個概念 就是你對一個主題有興趣 但是 好比像說 如果你有比較輕微的這個 Dyslexia 那這樣子的話 讀書就是很不舒服很痛苦 那這個時候 你就是同樣的這個教材教法 但是呢 也許是用不同的媒材 來進行 那這七種 總有一種是比較會的 那就是不要一定要執著在文字 那個形式上 有沒有什麼意義 不要執著在 所以影像上面 或者是互動遊戲 模擬 這個操作 等等 都很多 我們有時候其實常常就是 落在那個文字變成欲 對啊 或者聽Podcast 說明他聽Podcast就懂了 你怎麼知道 是 是 他就會 好 另外一個 沒關係我後面如果不夠 我其實我下次可以那個 我先 我們完整的完成一件事 一個11歲的女 哇塞 他們的那個年齡層怎麼低啊 這是11歲的 年紀最輕的 就是他在學校被 其實他這個應該是延伸霸凌 因為日本的霸凌文化其實蠻嚴重的 不管就是階層問題 就是他在學校被排擠 被排擠 我還沒排到霸凌 看看他可以怎麼辦 嗯 那可以像我一樣休學 然後想一想說 這個人家排擠他 到底是他們出了什麼狀況 那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太過於責怪自己 然後也可以想說結構上 可以怎麼樣比較好 那而且11歲的話 那也就快要到國中了 那所以說不定真的休息一下 然後去念國中 這也是很不錯的 問題是說那時候就是說 呃 您有經過一段成長戰爭嗎 對 然後那時候家裡還有開過會議啊 甚至就是說 因為父親的工作 其實有移動到德國去這樣子 對 但是他沒有這樣的條件 他只是一般的狀況的話 那那 因為我覺得您比較特殊 那我 對 那特立當例子 其實有時候怪怪的 但我們常常會這樣做 那對於這個小女生來講 我相信這個 他沒有那麼大的自主權 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該怎麼辦 那他可以跟他家長說 這個台灣的書位的政委說 是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看能不能說服他這樣子 那如果他發作了一件很不得體的舉動 就是給他扒家子怎麼辦 那這樣子應該他們也有消失法 那我的意思是說 最最主要的還是在考慮說 如果那個環境 會讓你覺得說 你好像情緒的那個肌肉 那個張力啊 如果已經超出你的負荷 那就不是說 好像鍛鍊肌肉 這個每天這個 就是推舉多少公斤等等 對很多人來講 確實在幾公斤以下 那個是可以鍛鍊 沒有問題 那是培養韌性 或者彈性 或恢復力 那但是再超過的話 那說不定就是 會筋脈會拉傷 或者是會造成這個不可恢復的 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變成trauma trauma 以後就要花很多的時間 絕對比現在休學 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當然也要看嚴重的程度 但如果真的已經相當嚴重 就已經超過他的那個量級的上限的話 確實稍微保持距離 一定是比較好的這個方案 那個是一個很極端的狀態 對 那如果 那如果是處於中間值的部分的話 就是 如果能夠商量就商量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狀態就是說 他沒有辦法完全 就是這兩種都沒有辦法 又是另外一個極端 就是手他也沒有辦法休學 然後他也已經走投無路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休學的意思是什麼 沒有辦法休學就是說 他前面那兩種他沒有辦法選擇 因為 有一種方式就是說 他已經是很到極致了嘛 對 所以他一定 沒有休學也沒有轉學 各種可能性都已經失去了這樣 對 然後中間的話是可以自我 至少可以商量 有時候商量的餘域 我可以自我消化或是 我一下子推到這邊的話 那就是要找警察 我是覺得 如果是這邊要描述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呈現諮詢是說 一個是如何對付我們 一個對付 一個對當事人 就是說我們說服方向 對啊 面對父母 實際上他可能要理解 小孩子就這樣 已經到了極限了 對啊 原來不是我的問題 是他們的問題 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是他們本身的問題 而是那個結構的問題 等等的這樣子一套看法之後 那你再回去其實就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但如果沒有辦法整理到這個程度 當然可能需要一些專業的這個 心理輔導或自商師的幫忙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整理到這個程度 硬要回去的話 一定事後會付出更多的代價 對 理解 但是問題是說這個脈絡是我們 互相在對話的過程當中整理出來 對一般人來講 其實他是沒有辦法 他是在當課 他是很難去想像這個 那可以拿這本書去找他的輔導老師 如果是這樣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 我們可以做到 大家可以一起做到這樣的狀態 那就是 那就是您最後講的征服 共享認證 對對對 就是可以拿這本書去找他的輔導老師 然後說這個 我看到一本書說我應該來找輔導老師 你有什麼想法 嗯 理解 如果有一個成績修學 但是後來也發展 很不錯的 也很自我展現的 可能父母就會放心一點 對 對 所以我就是說 如果這篇要寫的話 應該就是 一部分是讓父母放心 對 然後另外一個 也讓當事人知道怎麼去應應這件事情 不管是 不要怪自己 這個核心守住 然後另外他也知道怎麼去說服父母 支持他的決定 當然可以舉例子 對 對 所以我就是說 就是把我 確實要把這本書抬出來去找輔導老師 是可以這樣子做的 真的 還有很多書 因為我記得是蠻清楚 就是 之前我們有談到最後是一個結構性的處理方 對啊 覺得他在腦裡要形成一個 他之所以會受到霸凌 後面的社會結構是什麼 的那個感覺 那一旦有這個感覺之後 其實這個霸凌 反而對你是不會再有威脅 就比較跳得出來 然後也可能做一些慾 其實面對霸凌 只要當事人願意求救 就一定有辦法 因為現在學校有很多的系統 對 對 但如果輔導系統 對 就如果輔導系統 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就很容易被推到 就你剛剛講比較極端的狀態去 所以我們要鼓勵 一小時候 這七八年代的時候 因為 對 對 這不能 這是牽涉到私人的事 這不能 因為在早期 七八年代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人不知道 這樣的系統 確實啊 對啊 然後很目的是什麼 就產生悲劇 確實啊 不過現在我們已經是 就是你知道 現代問題 用現代方法解決 就現代化 對 可是下次可以再投 好 那我們的問題就先這樣 然後 你們 是不是 他其實比較想要看 那這個 哈哈 什麼 沒有啦 沒有啦 對不起 你可以讓我拍幾張照片 但其實沒戴口罩 可以啊 當然可以 那你們有想要合照嗎 因為 因為 那我就亂錄一下 來 沒有問題 就有個可以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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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